我请教一下怡静 现在看起来川习两人相生相克 两个人都是政治危机四伏 不过以昨天的辩论来讲 那第一时间非常妙非常鲜明的 我们特别整理了给观众朋友看的赌盘 其实是线上的赌盘 而且是那个Vegas相关的线上赌盘 然后呢蓝色这一条曲线呢 事实上就是这个拜登 所以呢在9月初的时候 拜登跟川普的这条红色的曲线 两个人是纠缠在一起的 但是昨天第一时间辩论完之后 拜登大涨 看好度大涨6个百分点 那川普大概跌了4个百分点 这使得拜登的看好度拉到60% 川普大概在40% 41% 那他们中间的差距拉大的 那川普为什么第一时间 在赌盘的这一个反应的数字 受到影响 是 我想我们要看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看 就是昨天在这次辩论会以后呢 很多的美国人都认为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 总统大选辩论会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式的沟通 强调的是倾听 就是讲话的人不能自己讲自己的 讲话的人有时候必须停下来 听听看对方在讲什么 然后听听看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拿来做对比呢 就是中国式的沟通 中国式的沟通强调的就是气势 就是讲话的人就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对方哑口无言 说不出话来 把对方好像讲得趴在地上 那觉得我就是赢了 但这个不是美国式的沟通方式 那另外呢就是说 美国式的沟通呢 是讲话那个人一方面是很认真的想要说服对方 但是讲话的那个人 他同时也是会接受对方的意见 这是愿意让对方说服的 这跟中国式的沟通很不一样 中国式的沟通啊 你千万不能说对方是对的 如果你承认对方是对的 那我就输了 那我就很没面子 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讲到双赢 美国跟中国都有双赢 那美国式的双赢就是我们熟悉的 就是win win 你赢我也赢 但是呢中国式的双赢呢 就是像美国的司法部长 那个William Barr在几个月前讲了 就是中国式的双赢 就是中国连续赢两次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跟美国在沟通的文化上差异 那事实上这种文化差异也会显示在语言上面 当我们用英文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很习惯的就会讲出一些赞同对方的话 像说I see I understand That make sense 还有那个Yes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像这个都是我们在用英语沟通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那个发语词 那我们用日语在沟通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们常会讲说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なるほど そうですね 我想这个石板明符一定很清楚 我们在讲日语的时候 这几乎已经是一种什么口头禅 一定会讲这个话 可是当我们在用中文沟通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讲说 对你讲的有道理 如果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突然会跟宁冠讲说 对你讲的很有道理 那宁冠你会觉得我是什么意思 觉得我在讽刺你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那个中美的文化 一个很大的差异 那那个美国是沟通的代表人物呢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雷根总统 雷根总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沟通者 然后还有现在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 还有美国的副总统 Pence 他们虽然他们的立场非常强硬 可是我们听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他们的口气事实上是非常软的 而且他们随时都在表达一种感觉就是什么 我很在乎你 我很在乎你的感受 我很想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相对来讲呢 中国式的沟通代表人物是什么 当然就是中国的外长王毅 还有那个中国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胡锡进 还有中国的政府的发言人 有那个赵立坚 还有华春莹 他们讲话呢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正气凛然 好像那个霸气十足 他们的口头禅是什么 就是这个问题不存在 那他讲说这个问题不存在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根本不想听你在讲什么 我也不想知道你想要什么 就听我的就是了 那这个就是中国式的沟通方式 那过去在几十年之间呢 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 在各种谈判沟通上面 都是中国占了上风 因为美国人跟中国人谈判的时候 美国人一直会去考虑说 中国人你在想什么 中国人你要什么 可是当中国政府在谈判的时候 他根本不会管说美国人你要什么 你在想什么 总结来讲 就是说美国大选的文化因素 在四年前在2016年的时候 川普为什么能赢得大选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美国主流的人士支持他 很多的那个白人支持他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党在过去几十年之间 一直在玩一个政治正确的游戏 一直强调政治正确 结果玩过头了 最后造成很多的弱势团体联合起来 欺压所谓的强势团体 这个很吊诡的事情 弱势团体到底说是被欺负了 结果这些弱势团体 他们反过来来欺负 让白人觉得他们被欺负了 所以这些白人嘴巴上不讲 但是都秘密的投票给川普 可是到了今年呢 这种现象还在 但是同样这时候呢 还有问题是什么 就是美国主流的这些白人 也觉得说川普这个人的言行 根本就不是美国的价值 根本不是美国的文化 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说 对川普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